大家好 当这个蝴蝶蓝长出花剑之后呢 有两个细节的大家一定要注意 那么我们注意好这两个细节做好了 才能让你的蝴蝶蓝呢 开花会非常的漂亮 花絮的会非常的整齐 那么是哪两个细节呢 首先第一个就是当这个花剑的长出来啊 长到差不多这个高度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给它插上铁线 然后呢 固定这个花剑 让它呢 向上生长 我们插铁线的时候 大家要注意 要直接插到这个盆底 插到盆底插稳固一点 然后呢 用上这个小夹子把它固定住 那么为什么要把它啊 用这个铁线固定呢 其实是因为啊 这个花剑呢 它也是要见到光的 如果这个花剑呢 直接夹在叶片底部的话呢 就会影响它见光照 那么就会让这个花剑的长势比较瘦弱 所以呢 我们要给它见光 让它能够长得更粗壮 到时候后期开花的时候也会比较直挺 观赏价值也会比较高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摆放的位置 那么我们摆放的时候呢 大家要注意 最好就是呢 让这个叶片拿在前面 然后呢 花剑在后面 这样的观赏价值会比较高 那么一般呢 我们是在啊 光照的从这边射过来的话呢 就会让这个叶片在前面 然后呢 花剑在后面 让叶片呢和花剑都能够均匀的受光 因为花剑呢 它是向阳的 那么 光在哪边呢 它就向哪边生长 那么我们像这样子 给它见光的话呢 就会让它呀 长势更壮 而且呢 它这个花絮会更加的整齐 到时候开出的话呢 会更加的美观 观赏价值的也会更高 那么我们在蝴蝶蓝长出花剑之后呢 注意好这两个细节 那么这个花剑呢 会长得更加的粗壮 花絮会更整齐 那么整个蝴蝶蓝观赏价值也会更高 所以这两个细节大家就一定要注意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